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为台北框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 我是杨造 在今天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杨家贤 刚刚所编的一本 《赐与浪》 他的重要的副标题 告诉我们 这是一本跨世代 台湾同志散文读本 所以这跟同志的情爱有关系 另外这是跨世代的性质 也就表示 在几十年的当中 有着不一样的性倾向的人 他们在台湾 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遭遇 那透过文学 尤其是散文性 带有高度自传性 以及内在情感的方式 做了特殊的记录 而杨家贤呢 用这样的一种观念 去选这些散文作品 他说 在同志主题书写当中 我们看到加倍的躁动 加倍的困惑 看到心狂烈爆炸 身体永不厌止 灵魂内向崩塌 把灵因长长的一生 来不及死的活 同志主题 在文学当中 早已成为广受承认的类别 时至今日 不单单写同性 或其他非异性之恋的 无助无奈 不单单写认同挣扎 以及人眼自眼的社会处境 还可以读到同志 怎么中年 怎么老 怎么面对病痛 长照和生养后代的愿望 怎么穿衣 怎么读书 怎么战斗 风水倒转 同志不是只能够沉沦发狂 和自杀 不必去美国 也能够做自己 出书出柜 可以付上全家福 还能够成功经营亲密的关系 教导广大同性 异性恋人们 爱情真的有道理 可以说 可以做 当然 必得要强调的是 某部分的开放 比从前更多的理解 不代表黑暗已经清零 也不等于从此 阳光正向 性向不再逼人面临存亡教官 毕竟反同保守力量 渗透教育 政治动作频频 到处也都存在着 打不开的家族死结 生命监牢 特别讲到了跨时代 跨时代 那时时间 留在社会上 各种不同的变化的应急 所以这本书 我们会特别注意到的 是不同于当代台湾 同志的处境 越是古老的时候 那种同志的表达 就越是含蓄 像杨家贤 他就选了 《喜德镜书简》 在这篇选文的后面 杨家贤这样的解说 《喜德镜书简》 是庄家村 出版于上一个世纪 1980年代 其实《喜德镜》 从巴黎写信 回台湾 给庄家村 是在60年代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时间差 这一批迟来的书简 60年代写的 到1980年代出版 让我们读到了一名 从事艺术工作的 中年男童性恋者 像一个他所恋目的青年 情书 异国生活的探索跟苦闷 同时也在加强英文 信件礼仪 生涯规划等方面 叮嘱教导 如果怀抱着读情书的眼光去看 这一批信件并不缠绵 不过 情书不必只有一种样式 从1963年写到66年 喜德镜的巴黎岁月 伴随着写给庄家村的信 这反复置信的行动 本身已经饶腹一一 杨家贤从这批信件当中 选出了两封 其中一封 喜德镜在信里面 告诉庄家村 你的信接到已经一个礼拜了 今天是假日 一连上个周六星期天 一共三个假期 其实我除了一天上两小时的法文之外 都是自由的 却没做什么事 时间就混过去了 我现在所需要的是友情的温暖 这你给了我不少 可惜我们相隔天涯 只能够在信上各赎情怀 人真的很脆弱 我发觉我渐渐失去了雄心壮志 我需要得到旁人的鼓励激发 我更需要的还是爱情 但我去哪里求得呢 我一生最大的悲剧 可能就是在这方面的缺憾 因为我追求的难得到的非常的爱 你是知道的 因此我堕入极苦恼的圈子 难以自拔 虽然我已经走遍了大半个地球 遇到了无数的人 那些人对我都是暂时满足发泄 见一次面 还一次 以后再不会相遇 也不想相遇 彼此忘记了 我仍然是孤单的 假如你需要女人 你有了女朋友 我倒愿意劝你在最年轻的时候结婚 才是最幸福的人生 这种幸福 恐怕在我的生命当中 是不会实现了 青春见识 问题增多 性格变得突出 更难与另外一个人相处 我还是想要回到台湾去生活 在国外 我像失落的似的 尤其是在巴黎 这个地方是软绵绵的 没有使人刺激的东西 纽约虽然枯燥 但很够刺激 在巴黎这里 优美 使人想睡觉 精神上的想睡 我还没有画画 也不知道画什么 法国人对什么事都不关心 自己曾在自己的梦里 过自己的日子 到美术馆看的人 都是游客 有许多大画展 门可罗雀 像是巴黎人 对于艺术 已经厌恶了厌倦了 根本就不看了 接着 席德进提到了 他在巴黎遇到的这些人 他说最近到赵无极家里面 去了一次 那个晚上 朱德群夫妇也在 谈了一些关于最新的 pop art的问题 他们似乎不了解pop art 也不赞成 哎 成了名家的人 自己就被关在一个小圈子里 天天画自己的画 旁人的思想 他们是不愿意去接受的 否则会动摇他们 或使得他们迷失 赵无极的话 目前烂手 到了高峰 但太技巧了一点 隐藏着一个危机 或将成为美丽的外表 跟技巧而已 他们对生活方面 一点都没有去攫取 全部存在自己的幻想里 或中国人的意境当中 这一点泉源 是会干枯的 一个艺术家仍然需要 与现实世界接触 抽象之后 而有pop art 也是由于抽象画 离人生太远 所以他要极端地把握 现实生活的一面 我在想 假如我回来台湾之后 我要自己弄一个画廊 希望你能够来帮我 我们一起做这件事 所以我要你 把英文弄得像样 将来才能够应付 你愿意吗 最近本来想要 写几篇东西寄回去的 后来又把这个主意 给打消了 我常常想到别人 想尽量把我的给予人 但人们又给了我什么呢 一句鼓励的话都听不到 这个世界真冷 不多写了 愿你一切都好 继续上进 天天更新自己 将来我们再见的时候 我可以遇到一个 新的家存出现 写头巾 写给庄家春的信 1963年11月11日巴黎 另外一封信 则是开头 就带一点抱怨说 等你的信好久了 我还以为你掉到前线去了 原来你掉到你家门口 你为什么觉得 我们像师生的关系呢 或许是我年纪比你大的关系 或因为我常在信上 告诉你一些事情 但是你在我的心中 完完全全是一个我心爱的朋友 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像我们分别以前一样 有些话 我不好在信上写给你 怕的是信 如果有一天 被第三者看到 所以我有些个人的事 也就不方便对你谈 可是如果我们可以面对面 情形就好多了 我们更能够互相了解 我不知道到底 你对你的将来 要如何安排 如果你要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这样的路是艰苦的 而且没有几个人 能够走得到底 坚持到底的 就算坚持到底 他所找到的 也许是等于零 都很难说 一个世纪 也没出几个大艺术家 千千万万 想要做艺术家的人 都掉了下去 也许我不应该 跟你讲这些 但是能够认清楚 道路在走 总比摸索要来得好 我现在是在走这样的路 把艺术当成了职业 如今是非这样 走下去不可了 因为我没有路可以回头的 人生有如赌场 下了注 不管是输是赢 都要继续赌下去 做一个创造者 最大的艰苦 就是忍受孤寂 伟大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一颗 孤寂的心 要得到一个真正的朋友 那是奢望 我曾经操录了 约翰·克里斯多夫 这是罗曼罗兰的小说 中间有一段话 放在我的日记本的首页 那段话是 假如真的能够得到一个朋友 又懂得他 而和他心心相应的朋友 那他真 什么牺牲都愿意忍受 他知道 这种心愿 是人生最难实现的一种 而他也不能够 希求比他前辈的艺术家 更幸福 在这种榜样之前 谁还有抱怨的权利 他们没有群众 没有前途 只为着他们自己跟上帝而写作 今日所写的 也许来日就要毁灭 然而 他们依旧写着 一点都不愁 他们对于生的要求 不过是生存 不过是能够度日 把他们的思想 倾注于艺术里面 他说 当我在失望朋友的友情的时候 我读了这段话 我就得到了安慰 做一个艺术家 像一个修行者一样 也像一个宗教家一样 写得经这样对庄家春表白 当然因为是写信 所以还特别提到了 他不敢写太私密的东西 可是一来我们可以在 这样的文字当中 感觉到那个深厚的感情 二来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体会 他对于艺术 他抱持的一种 什么样的态度 这是1964年3月31日 习得经在巴黎 所写的信 收录在杨家贤 他所编的 跨时代台湾同志散文多本当中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 我是刘克香 亲近自己的城市 找回城市的温暖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N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FM93.1 感谢您去收听杨造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他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麦连出版公司的新书 是由杨家贤他所编的 书名叫做《赐与浪》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副标题明白地告诉我们 这是跨时代台湾同志散文读本 在休息之前 为大家介绍了 收在这个读本当中 习德进写给庄稼村的信 在这本选记里 还有另外一封信 那是白先勇写给阿清的一封信 但这封信 和前面习德进写的信 性质上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杨家贤 他在《选文笔记》里面 帮我们解说 阿清是谁呢 阿清是白先勇的经典长篇小说 镊子里面的虚构的人物 所以这是白先勇作为一个作者 他写信给自己在小说里 创造出来的人物 并不是因为阿清这个人 在现实的世界里 有他的根据来历 而是因为 阿清是谁 阿清就是无数无家可贵 却渴望家的年轻男童子的缩影 镊子这本书 让一度镊子成为台湾男童子代名词之一 这个镊呢 就包括了不正统跟出格的意思 跟子相连 却显现出白先勇 在写给阿清的一封信里面所说的 大多数的同性恋者 心灵上总有一种无家可贵的漂泊感 因为他们都是被父母放逐的子女 同性恋爱被视为是无法完成 现在的子 那就是将来的父 也就是将来的主 这一生命的程序 因此呢 是缺失的子带 所以白先勇 这一封信 要告慰这些离家流浪的孽子 总有一天 能够寻觅到长久的伴侣根 能够得到父亲的接纳 除此之外 这封信写出了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希望 在这样受苦的人 也能够体会跟了解他们的父亲 父亲所受的痛苦创伤 绝不在你之下 孽子同时照看了父与子两代的孤独 那白先勇就透过写信给阿青 仿佛上一代的青春鸟写给下一代 也暗示了异性恋中法家庭之外 另一种家 那就是同性恋彼此缔结的网络 它的存在的事实 以及更广大的可能性 在信里面 白先勇开头就说 我写这封信 想跟你谈一谈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可能正在困惑着你 我不能说 对每个问题都有现成的答案 我只能够凭借我个人对于人生的观察以及体验 给你一些提示 帮助你去寻找你自己认为可行的途径 让你可以踏上人生的旅程 我知道你已经经历了你一生当中心灵受到最大震撼的那一刻 那一刻你突然面对了真正的刺激 发觉原来你背负着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命运 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到 你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那突如其来的彷徨无助 那莫名的恐惧跟忧伤 恐怕不是你那青涩敏感的18岁年纪 所能够复合以及理解的 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般清洗到 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的时候 你跟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 你渴望另一个人的爱恋以及抚慰 但是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 跟你是同样的性别 你一时的惊慌失措 恐怕不是短期间之内能够平复的 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 你也不愿意告诉你的兄弟 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 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 因为你从小就听过 从许多人们的口中 对这种爱情的轻蔑跟嘲笑 所以你把这份不敢说出口的爱 深藏在心底 不让人家知道 这份沉甸甸压在你心上的重担 也就是你感觉到孤绝的来源 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分担你心中的隐痛 你得自己背负着命运的十字架 予以独行下去 可是我要告诉你 阿卿 阿卿 在你之前 也会在你之后 世界上还有不少人 跟你命运相同 他们也像你一样 在人生的崎岖旅途上 步履为坚地挣扎过 有的失散了 走上自我毁灭之途 据统计 同性恋者的自杀率 以及酗酒倾向 比一般人高 因为他们承受不了社会的压力 无法解除内心沉重的负担 旧金山是美国同性恋者比率最高的城市 但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已经有上千个人 大部分都还是年轻人 从Golden Gate 那个金门桥上 醉海而死 有的一辈子都在逃避 不敢面对自己 过着双重的生活 但也有不在少数的人 经过几番艰辛的挣扎 终于接受了上天赋予他们特殊的命运 更有的还化悲愤为力量 创造出一番事业来 白宣勇特别提到了一个例子 他说我读过俄罗斯的大音乐家 赛克福斯基的传记日记 还有他写给弟弟的书信 他的弟弟也是一个同性恋者 我一直深爱赛克福斯基的音乐 但更为他一生感情的折磨所感动 赛克福斯基刚开始的时候 也不能够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者 这个事实 他三十岁的时候 跟一个崇拜他的女弟子结了婚 那当然会是失败的婚姻 赛克福斯基一度精神崩溃 跳河企图自杀 世上他一生最钟爱的人 是他姐姐的儿子 包伯 包伯少年的时候 赛克福斯基已经跟他发生了深厚的感情 两个人之间既有父子之情 又间失声之以 日后更变成了一对相依毁灭的情侣 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关系跟感情 赛克福斯基在他的日记上写着 我是如此的深爱着他 真可怕 一刻见不到巴伯 他就要感觉到 令人无法忍受的寂寞 但是社会道德跟伦理规范 又常常使得他内疚自责 于是他把满腔的忧怨跟哀伤 都写入了悲怅交响曲 那是赛克福斯基人生最后的了不起的作品 在写完这部作品之后 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 最后的杰作也是鸭卷之作 这一首不朽的乐章 就是要献给包伯的 赛克福斯基死了之后 那包伯怎么办呢 他也就自杀身亡了 因为他也不能够忍受失去了他舅舅 呵护爱恋的生活 白仙龙接着又说 我当然还可以赢很多历史上的名人 从苏格拉底 亚历山大大帝 米开朗基罗 到Whitman来作为例子 说明他们虽然天生异禀 但仍然可以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缔造者 不过毕竟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 阿卿 阿卿 我希望你明白的是 当你发觉你的命运跟别人不一样 跟常人不一样 你就必须要面对他 接受他 逃避 怨恨 自怜 都没法解决你终身的难题 我并不是说接受了你的命运 以后你的路途就会变得平坦 相反的 我要你知道 你这一生的路都不会好走 因为这个社会不是为你这种少数人设计的 社会上的礼法习俗道德 都是为了大多数人而成立的 因此你日后遭受到的歧视善效 乃至于侮辱都可以预料得到 因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少数异己难免有排斥畏惧的心象 但你接受了你不平常的命运 接受了你自己之后 至少你维持了为人做人的基本的尊严 你可以诚实努力地去做人 就在人的这个基本条件下 你可以抬起头来 跟大家站在同一条线上 人生而平等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 人类追求的理想 也是近年来全世界同性恋人权运动追求的目标 那些参加运动的人 并不是向社会呼吁同情 更不是争取特权 他们只是 干嘛呢 向社会讨公道 要还给他们作为人的基本的尊严 他在1990年代前期 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就特别提到 美国同性恋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 终于通过了反对歧视同性恋法 这项法律 纽约的同性恋者 是经过了长达15年的艰苦奋斗 才终于让这个法案 在市议会当中通过 此后纽约的同性恋者 有了法律的保障 不必再畏惧会受到居住 工作等等的歧视了 在人的生活感情当中 我想同性恋 异性恋都是一样的 哪一个人不希望一生当中 有一段天长地久的爱情 能够寻到一位终身不渝的办理 尤其在你这种敏感 而且易受伤的年纪 阿卿 阿卿 我了解你是多么希望 有这么一位朋友 寂寞的时候抚慰你 沮丧的时候鼓励你 快乐的时候跟你一起分享 我听到不少同性恋青少年抱怨 人心善变 持久的爱情无法觅得 本来青少年的感情 就像情欲表 食音乍情 何况是不敢说出口的爱 在社会礼法重重的压制底下 当然就更难开花结果了 异性情侣 有社会的支持 家庭的鼓励 法律的保障 他们结成了夫妻之后 生儿育女建立家园 白头偕老的机会大得多 但即使如此 天下月偶 不也还是比比皆是吗 美国加州的离婚率 在90年代 高达50% 而同性情侣 一无所事 互相唯一可以依赖的 就只有彼此的一颗心 人心为鬼 顺习万变 要一辈子长相厮守 那得要经过多大的考验 跟修为 才能参得正果 阿卿阿卿 阿卿 也许天长地久 可以做如此解 你一生当中 只要有那么一刻 你全身投入 去爱过一个人 那一刻也就是永恒 你一生当中 有这么一段路 有一个人 跟你互相扶持 共欲 风雨 那么那一段 也就胜过终身了 有些孩子 因为感情上受了伤 变得愤世纪数 官室不公 他们不尊重自己的感情 当然也就不会尊重别人的 最后他们伤人伤己 他们的心灵变得枯竭早衰 把他们宝贵的青春 任意挥霍掉 阿卿阿卿 我希望 你不会变成如此 即使你的感情受到挫折 你不要忘了 只要你动过心 爱过别人 你的人生就深厚了一层 丰富了一层 对于自己 曾经走过的 这一条艰难的路 稍微有了年纪之后 白仙勇 纯纯善幼地 对着他小说里的阿卿说 这个阿卿 同时也就是 会陷入到 这种困难当中 人生可能觉得 打了结 走不出一条路的 这些抱持着 同心之爱的人 这是白仙勇 差不多三十年前 他所写的 给阿卿的一封信 收在杨家贤所编的 《赐与浪跨世代台湾 同志三文读本》当中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的回事 再见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